各位親愛的朋友 感謝您跟我們一起 來關心 我們先進冠狀病毒肺炎的疫情 那 今天我們要來介紹 中國境外病例 2月14號 台灣維持18例 日本 我們知道昨天 增加到31例 那今天又增加到37例 那出現了許多 在 地域 年齡 職業別 都沒有辦法產生 關聯性的很多病例 所以我們覺得 日本的情形呢 可能還會進一步的 再惡化 那 新加坡 今天 昨天是58例 今天變成67例 那等一下我們會再 再 介紹一下新加坡的情形 那泰國維持33例 香港增加到56例 香港的情形應該會 會 逐漸惡化 那澳門一直維持在10例 跟他們的一些措施有關係 南韓28例 馬來西亞19例 阿拉伯聯合大公國8例 柬埔寨 斯里蘭卡 尼泊爾都維持1例 菲律賓 印度 都維持3例 澳洲 也是維持15例 那鑽石公主號 昨天就是218例 今天還是218例 那到底是 派已經被檢疫完畢了 還是呢 因為日本 自己本土的疫情 讓他們 沒有力氣再去 顧及 鑽石公主號 或者是因為 鑽石公主號的檢疫官 也感染了 這個不曉得情形是怎麼樣 這個 病例增加增加增加到 然後把148就突然停止了 這個還要密切的觀察 德國16例 法國11例 英國9例 這個都維持 在歐洲的話 昨天跟今天的病例數 是一樣的 美國15例 加拿大7例 那總結呢 369例 再加上 鑽石公主號的218例 全世界的病例數 來到587例 那這是新加坡 病例數增加的趨勢圖 這是從1月30號 那這 在這 2月 8號的時候 李顯龍 他已經在打預防針 那麼 果然這幾天呢 病例數就急速的增加起來 那其實他們所知道的消息呢 以他的層級 他所知道的消息呢 應該是比公佈的消息要來的 早很多啦 因為畢竟 在他公佈這件事情的時候 在他開始的打預防針之前呢 已經有6名 是沒有辦法追查到 確切的感染源的 那麼當然他們會對 這6個人的密切介助 則在進行監控 那麼也許有些人已經發燒了 那發燒了以後呢 到PCR檢測出來 又需要一天到兩天的時間 所以呢 他可能 他應該是在之前就知道了 這個疫情呢 將會 所以 本土的病例將會攀升 那我們看看新加坡的情形 也的確令人擔憂啊 那麼在2月13號的時候 增加了8例 今天增加了9例 2月13號的時候 增加了 兩名 在一個機場工地的外籍 老公 那這 這兩名是 孟加拉吉 累積呢 這個工地 已經有孟加拉吉的 移工呢 有4名 好 有4個案例 那 另外有一例呢 是 62歲新展銀行的員工 那這也引起了 騷動齁 不過那同層樓的 300名員工呢 都 被疏散 然後呢 被隔離監控 好 那麼 對於在一個 現代化的大樓來講 他上下電梯 也有可能會接觸到其他的員工 好 所以這影響的層面還相當廣 究竟會不會有人 在受到感染 好 這個是需要密切注意的 那另外有5例呢 是2月12號 確診2例的接觸者 那麼他們都去過 東嶺跟五級八都的教會 好 接下來談2月14號 新加坡增加9例 那麼 這個 這裡面呢 有6例都跟新加坡 神教會的恩典堂有關係 他們就是有兩 這個教會有兩個 在兩個地方都有教會 在東嶺跟五級八都 好 那麼總計呢 新加坡的67例裡面 就有13例 是跟這個教會有關係的 另外是 新加坡的公用事業局 PUB 的行政人員 也有一個 是 呃 被確診 那當然 跟大家一同上班的人呢 當然也都 是密切接觸者 那麼 其實一開始 新加坡的 病例數呢 呃 就 從1月 底的時候 就 已經有10例 然後 增 其實增加速度也算蠻快的 就增加到40例左右 齁 那麼 這個 聚會的活動齁 齁 啊 我們覺得在分析起來 這種 大眾的聚會活動呢 當然會有它一定的 風險 齁 再來就是說 新加坡的氣候呢 是 2月份的平均氣溫 在30度到31度之間 所以 這些地方可能也都有 聚會的地方也都有空調 齁 另外就是說 在參加聚會的時候呢 可能必須獻師 好 必須大聲的唱歌 齁 那 比如說 啊 在奉獻的時候呢 啊 可能 會有一個奉獻帶 然後一個教徒 一個教徒這樣傳過來 那這樣也 這個也很可能會造成接觸的傳染 齁 齁 所以在 如果是在社區感染的 這個 時期呢 我們覺得 齁 像這種 教會的 活動 或者其他的活動 齁 或說一起聚餐的這樣的活動 齁 或說 甚至一起領聖體 齁 然後傳遞東西 齁 這樣子的活動呢 應該是要 避免的 齁 好 那今天這個題目啊 就討論到這邊 如果你喜歡本頻道的話 敬請您 分享 訂閱 加按讚 還要開啟 小鈴鐺喔 掰掰